大陸打壓台灣的政府 不過對於民間的會台政策 不斷的出爐 現在台灣人到大陸去工作 不用再申請就業證 而且國台辦的說法是 就連台灣人在大陸 如果失業的話 可以享有就業服務 我真是想問 那失業會不會可以 領救濟金之類的 運輸長你認為 這樣子真的是對岸 你從應該講說一年以來 這個會台措施 已經陸陸續在發酵 那台灣媒體也做了很多的報導 包括了學生 包括了老師 包括了各行各業 到大陸人士逐漸在增加當中 你認為真的是 對岸把台灣當自己人嗎 絕對是這樣子 就是說他現在的一個政策 因為一直有個說法 會台剛開始開出這樣的條件 但後來不一定每個都 都變實施變真的 應該會 這個以後會落實 當然我認為是 應該會有一個趨勢 過去我們常常講就是說 大陸中央有一套政策 但地方上 沒有這個政策的一個配套措施 所以這一次會台 三十一項出來之後 其實很多的學者也就會質疑 就是說在交流裡面 我們看到在座談裡面 但是我們看到就是說 在這個政策之後呢 包括上海 福建 很多的城市 廣東各個城市 現在都推出來 而且你會發覺他們還有一點 互相競爭 競爭的性質 你推三十 你推四十條 我就四十五條 六十條這個往上的一個增加 那第二個就是說 過去他其實並沒有這麼明顯的一個對台政策 就是說他過去其實就是說 可能主要是用這個壓力的方式 對整個的一個台灣 那事實上也打到台灣這個民間自己 但我覺得大陸現在可能真的是比較想清楚了 就是說如果假設你真的是要用所謂的這個柔性的方式 來這個拿取台灣的話 那你一定就是說要爭取台灣的這個民心嘛 所以就是說所謂的這個兩岸一家親 那麼給台灣這個同等的這樣一個待遇 就是說他現在叫做社會融合 經濟社會融合政策 這已經是白紙黑字寫在就是說他們 這個十九大的這個報告裡面 那對大陸這個體制來講的話 當你有這樣的一個真正的一個政策綱領出來之後 其實以後就是去落實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融合發展這個同等的一個待遇 這個我覺得以後他會持續的這個推出 而且可能還不只是現階段 他會不斷的推出 因為當時會來37號推出的時候 大家覺得說是不是就如此 其實國台辦當時就有預留伏筆 他說這只是剛開始 以後我們還會持續的一個檢討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政策調整 包括以後甚至我們的台胞證 他們現在都考慮到跟他們一樣 用18碼的這個方式 而且你的這個台胞證 將來你可能在大陸的 卡不卡 對 現金台胞卡了 就是說你的這個功能 會跟他的這個 他的國內的這個 他們人民的身份證一樣 有更多的相同的用途 我們看到其實大陸的會來政策 不斷地端出 每個省份都不同的一些做法 當然台灣這代史有些相對的反制 也希望提出一些好的一些條件 但民眾買不滿單呢 包括賴院長說 如果年輕人的薪水不到四萬八的話 你應該要去跟老闆開口要錢 說不能夠給我那麼少 但是民眾聽以後 心裡面一定會有很多的圈圈叉叉 我們來看政府 其實有一些對於大陸的會台 或者是一些做法 有出現反制的一些作為 我們列出了五點 是最近一年多以來發生的事件 三大一兵幫我們看一下 到底哪一個反制是有成功的 來 包括了M03航線 當時交通部砍春節的對岸加班班機 結果後來傷到的是 很多台商跟台灣的學生 回到台灣過節變得不方便 大陸的銀行要招考台灣的學生 陸委會說不行 台灣跟布吉納法所斷交 接下來就是嚴審大陸的官員 到台灣的造訪 這包括了很多自由型陸客的文件 也遭到了被壓下來 所以拖了很多的時間 現在還包括了東亞清運 遭到撤銷主辦權 陸委會就希望驚嚇的 通水力往後延 當然這後來是如期舉行了 但是很多金門的民眾說 你幫我們當二等國民 因為我們喝水的問題 居然不幫我們解決 另外抗議大陸施壓外航 改台灣的名稱 台灣相對應的反制作法就是 這些改名的航空公司 你們以後就不要靠天橋 你們以後就飛機停好 用巴士接送 那害了誰呢 害了台灣的旅客 當然往返的時間變得更多 有人說這叫做七傷拳 金庸小說的七傷拳是 傷人輕分 自傷三分 但是政府有人說打七傷拳 好像是傷對方三分 自己傷了七分 三位來賓你來看 哪一招反制是出現效果的 一二三四五 如果都沒有效果 你寫個零也可以 或寫個NO也可以 三位怎麼看 沒有 那兩位都沒有 那都沒有 那這個是出招 是整個過程當中 反制的做法 決策 是哪邊出問題 他只是表達憤怒 沒有效果 而且甚至告訴人家我們沒 這主要是我們反制的條件太弱了 就是說你有些這個反制的條件 你必須要有一些籌碼嘛 但是你這個籌碼 你真的能夠傷害到大陸的 似乎並不多啦 其實我剛才本來想勾的是第三項 就是不讓這個陸的官員 嚴審來台 這一點來講 是我們還可以 做一些這個審查 但其實最近也出了一個狀況 你不讓他來 APEC的那個事情 其實像我最近也有聽說 就是說因為 就是說我們嚴審 那個大陸的這個官員等等 訪台事業這些問題 甚至於像那個大陸的台中院 北京那個社科院的那個 台灣中院也有所 有人要來台灣結果發現 審了半天 那個會都要開完了 那個審券還沒過 所以你看 其實延伸到就是 他上次不是那個APEC的那個官員 在台灣 然後中午落地 那個數位論壇 對對對 然後弄到傍晚還拿不到 所以最後就棄得回去了 其實我覺得 在這種事情上來講 顯現出 第一 我們的這個政府 的確在這個地方 如那個王老師所說的 的確有一些小籌碼 但是這個小籌碼 用下去之後 會不會影響到後面的大格局 比如說APEC 那個要開那個年會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被 這件事情 被北京拿出來做文章 這個其實就必須要去深思 瑋瑜你剛剛其實講的很直白話 就是 表達憤怒 心中不滿 出了這些招 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出了招沒有效就算了 會造成台灣的民眾 你看 回到台灣過節的學生台商 回不來 買不到機票 變double變貴 這對於民進黨的支持度 是有傷害的 就是你出拳 上任7分沒傷到 傷自己7分之外 你還造成自己的民怨 把自己的整個支持度拉下來 所以他是選錯戰場 因為你是選對自己不利的戰場在打 比如說 剛剛我那個補充一下孝偉 那個APEC數位論壇 是張宏志爭取很久 他爭取了將近一兩個月 他爭取到主辦權 那你當然要讓大陸來 人家大陸本來就是會員 對啊 結果你就跟移民署 跟外交部溝通不好 結果這三個人就考在機場 給他搞到下午5點 是 那你這個怎麼會得分呢 你這樣怎麼會得分呢 你剛說選錯戰場 而且你看我們1到5點 做決策的單位包括了交通部 包括了行政院 包括了陸委會 包括了 是不同單位做出的決策 其實就是國安 就是國安會 沒有一個統合性 就是國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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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舉例啦 比如說那個第二點 陸銀行要招聘台生 其實主要就是講中國銀行 因為他暑期願意讓 大概60個台灣的學生去實習 今天不是也去了嗎 今年500個 後來還是去了 那那個時候陸委會 就出來做了一個解釋 就是說你基層的沒關係 可是你以後如果 如果你慢慢升遷 那可能會有一些 就會有什麼 影響重大的核心利益 那這個用語就是模糊 那當然就有一些人 就會想說那我去那邊 搞不好我有可能去中國銀行上班 因為中國銀行 也是算中國大的銀行 那你亂一在那邊就業久了 你總要升遷吧 那升遷了反而回不來台灣 那有人會覺得 滑不來嘛 無小力第二 就是說 這個後來我印象中 他後來又做了一個解釋 就是我們對基層是沒有干涉的 所以很多的動作第一時間 台灣的政府的發言都是 可能造成後面其實知道 是沒什麼效果的 但第一時間要表達一些 態度或者是一些怒氣出現 對 對 對 谢谢观看